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年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大胜 90个议席中有唯一一个自称非建制 既然复合是孤单的 孤单也好都要准备去做 而其他非建制 要是全军覆没 要是就没有参选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天文主党需要解散 我希望永远都不会出现 但我就是没有水晶球 在完善了的选举制度之下 非建制派找到什么位置呢 请注意 乘客今天可免费乘搭港铁 15号及港铁巴士 请注意 乘客今天可免费乘搭港铁巴士 请注意 乘客今天可免费乘搭港铁巴士 支持民主派的朋友似乎投票率非常冷淡 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投票 否则的话 我们的立法会将会由建制派是垄断的 今次的行程我早早就被天安去跑了4公里 赶去会展选委会投票 然后就过来这边拉票 新思维主席迪志远一早帮党友王俊朗拉票 虽然头两个小时投票率比预期高 但他觉得市民不是很关心这次选举 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搞选举 过往选举的回应比较多 比如说我支持你 或者有些人不理你 总之它有个反应 今次就比较比较多 所以很明显是我们的目差是冷淡了 一直被传今次参选受到中央祝福 迪志远坚持没有这样的事 还说选举结果不是那么容易估计 比如我今天去选委会投票 我都见到很多朋友 我问大家怎么投票 有没有一些统一的名单 自由发挥 每个人都跟我说自由发挥 我当然不会收到名单 但是我都是我自由发挥的 所以今次没有统一封名单之下 结果是如何呢 也很难预计 选举日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免费 星期日早上10点多地铁迫满人 地铁迫满人 假日很热闹的主题乐园 再多了一批短暂逗留的客人 逗车不用钱就带他们来这里乘车 因为他们进不了场 所以在门口拍张照就可以走了 没有投票 不打算投票 我们现在的选情告急 请大家集中 我们现在的选情告急 请大家集中 选票员支持秋北 建制派也在最后一天总动员 在地区直选 每区两个议席 至少有两个建制派参选 有一些谣言说我们的选票是足够的 这是完全是一个谣言 肯定大家要认清了形势 现在的选情是非常激烈的 建制派形容选举形势紧张 是良性竞争 谢谢你帮我 我进不回立法会 小小要用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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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珍宝 是 头头表我提出的意见 好 在香港就缺乏得少了一家马妹 是 从这里终于广场 就没有了公众厕所 选区重新画过 选举经验丰富的叶刘淑儀 也要适应新规则 他选开的港岛选区 今次一分为二 还纳入原本属于新界的尼岛区 我都没有时候去这么多人来到 我装脚也不够 我只去了长洲 花多些时候去东涌 东涌人口多 南亚岛都没有时候去 所以我只可以在码头拉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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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市民投入另一个投票活动 好 我想问你投入了票吗 投入了 投入哪个 温翘 为什么 他的跳舞很魅力 立法馆投入票吗 没有 没有 你投入票吗 你投入了 投入哪个 Candy 妈妈 第一 他真棒 不能说 不用说 一定是妈 你今天有没有筹票给立法会 没有 没有空 到了中午 投票率仅仅超过一成 是两年前 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三分一多些 大家好 我是陈景基 在这40年来 阿基一直在议股内外 非建制派的赢面 取决于投票率 去到投票日 都见不到市民投票意欲提高 还有没有用选的议员出来 如果选的议员出来 都没什么用 我为什么要选呢 我估计这种想法是强的 冯检基说 中央官员在选举前高调评论 这次选举 说会包容不同的政治光谱 引起外界很多解读 他不觉得 肯定是代表非建制派有机会 中央有一个政策 落到地方 即是地方的亲中 或者建制派 或者叫地方的共产党员 是不听中央说的 你说要五光十色 对不起 我要清一色 到傍晚 投票率是百分之二十多 候选人全面告急 最后冲刺 过去的选举投票率 会在这个时段飙升 这个现象 今届并没有出现 交通都很混乱 就是免费搭车的人 譬如你屯门元朗 出了九楼 你有一段时间还没回来 回到你都累了 那是不是还有精神时间去投票呢 这些真是 三号 黄疆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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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志远在轻铁站 做最后一轮拉票 经过一整日的拉票活动 他觉得又累又担心 因为觉得投票率 始终谷不起 都不是我们的苦心 是得不到成果 因为全港的投票率都低 其他很多的非建制派朋友 他们很努力 都是做不到的效果 投票十点半结束 投票十点半结束 投票习主任 现在会打开求情信 迪志远凌晨两点多 来到中央点票中心等结果 地区直选那些票一路转出来 非建制派都全军尽默 以及距离都相差得很远 就看到的情况就是支持民主派 就是以前泛民的支持者 是没有出来投票的 我估计中央都不想 这件事做到这样的局面 因为早前都有一些 就是有些中央的代言人 都说到五光十色 希望又多元 看来都一面倒 是一面倒的一面倒 這個二周庆祝胜利的 全部都是建制派候选人 最大的候选人 說我們又要拿提名才參加 是不是建制的一部份呢 反映到其實選民未必 尤其是民主派的選民未必是 認同這次我們參與這個選舉 或者我們未能解釋說服它 這個我才覺得是最認為是要 值得我未來這段時間去想 是民主派的選舉 社會福利界公民界的選舉選舉 民主派的選舉 3時4時 3時3時4時左右 我們乾杯,馬到功成 辛苦了… 迪志遠做主席的新思維 決定派三個成員參選 這日迪志遠準備率先報名 今天就起步 其實起步已經證明 這個工程不簡單 我們用了幾天時間 甚麼都做不到,只拿提名 下午報名,飲茶這一刻 還未拿齊所有提名表格 我們今天早上 跑了六個提名 因為我們很敏碎 少一個我們就不成事 所以今早我們的心情是很緊張 怕脫掉 因為我們在坊間廳裡 有些人答應了 臨時會反口 有些人簽了名 後來又要收回 或者你還需要… 只要記錄 就要記錄 就要記錄 全部都要記錄 你最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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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說 我也接觸過 盧文堅先生 盧耀忠先生 還有一些在社會上有很闊的網絡的朋友 透過他們幫我們推介 還有一些協助 我認為他會有什麼名字 她會有文化 她會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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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that 我認為他會有個特徵 另一帶 我認為 那就跑吧 就是這樣了 這個世界沒有免費午餐 當然要跑吧 這屆參選要過的第一關 是獲得選舉委員會 每個界別獲得最少兩個提幣 我們候選人不知道怎麼獲得 給票提名的人都很多事情考慮 這屆選舉強調要由愛國者治港 議席分佈大幅改動 地區直選議席減少至20席 傳統泛民政黨表態不參選 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成為少數 而外界都形容能夠過關入閘 都是受到中央祝福 那你祝福就躺平吧 喂 哥哥 我真的天天下去 天天見一些社工 所以說我們是祝福 你不用做也可以 那對我們來說是侮辱 新思維最終只有迪志遠 除了當黨友王俊朗拿 grappig 提名票 請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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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反应是挺好的 我觉得选民都想有一些新的选择 黄俊朗原本部署选九龙西 最终报名新界西北 临时转区 他们说不是被逼 只是非建制派阵营互相协调 客观效果 是令每区都有一个非建制派参选 过来这里也不是特别不好的情况 有竞争力和得打 迪志远说 这次参选面对很多批评 他是出名的蝙蝠合迷 会用蝙蝠合的故事鼓励自己 蝙蝠合的故事说他是受到委屈的 受到误会的 以为他和所谓犯罪人士同华合污 犯案的 不光明磊落的 当然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只想得很单纯 我只是希望我参与 帮得一个 人家怎样批评有什么意见 议论自由的 议论自由的 这边还有没有 除了这边 崔平 南北村都有 迪志远参选社会福利界 他逐家社福机构去派竞选单张 你好 请问主任是否在 我是立法会候选人迪志远来打个招呼 这届参选另一个门栏 是要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才可以成为候选人 社福界是少数仍然维持 个人投票的功能组别 迪志远说 这个界别不少选民不满今次选举制度 很多人都会对政治角度 都有一些观感 第一有些人觉得这个选举不太理想 可能他会放弃 今天来说 可否判断投票率 是多少我觉得是言之上早 但是都比较肯定就是比国王帝 选举气氛一直都不算热烈 非建制派一直强调 希望透过参选 带出政治议题讨论 结果做不做得到呢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政党 我在这里呼吁民建联和其他政党 可以在未来的时候多点合作 以往针锋相对的选举论坛 政治议题亦没有成为焦点 政策讨论亦没有火化 我们强调守法才可以有公义 我们会坚持在守法 在安全的情况之下 开拓我们争取公义的空间 在民生政策上 其实我们大家基本上都很接近 那你不可以说 各方面都要有分别的 男人和男人是没办法的 但是有分别的 九地区经验的候选人 我全力推荐 含民与全家典议 不如吵启民与全家典议 大家好 我是九阳东三部候选人 陈俊涛请大家多多支持 距离选举还有一个月 非建制阵营首次展开 联合选举工程 迪志远和民主思路的汤家华 同场为候选人拉票 也希望增加选举气氛 市民反应不算踊跃 但是助选团就想演一幕 欠位置 今早八点多 一早就在这里设计 已经在这里摆摆了 但是可能他见到我们有期之后 知道我们有这个活动 就会见到十多二十支旗 有很多的喇叭 在这里专门开播我们的声音 在这里 我觉得好像是香港现在的情况 他按住我们想发声的人去发声 就是用他们的势力去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不是欺压 不是欺凌 是什么呢 在今次的选举来说 其实也都是静北 宋思维和我们 这个政治的联盟 是敢将普选的议题 带出来作为一个选举的议题 我们今天民主司徒和我们 新思维做了一个好似的示范作用 我们落到区之后 建制派紧张了 由武器变成一百支旗围着我们 就是说明我们是有说服力的 大家12月19日 请你出来投票 现在就是怕大家冷对待 或者建制派都想 或者政府都想冷对待今次的选举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推高到多些支持民主的朋友出来 那对我们的成算是大大提高 去完九龙东 迪志远和汤家驊 一起坐车入新界其他选区 今天早上田门应该都很厉害吧 田门也很厉害 田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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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几分钟就不见了 他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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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几句话 好像他都很紧张 我觉得他心情 不是 他应该赢了 我们新界都 你知景都 都没什么影中 那你新闻党 他扔走了 容凯欣 是啊 就是 麻烦了严柳 是啊 他应该努力就是的 是啊 你就算没有脚 你自己也走出来 成志我们又没有怎么见 看到警团过大 就是令到 令到我们 非常之担心 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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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不少人质疑 新思维和民主思路 是不是真正的非建制派 说他们参选 是肯定了一个 民主倒退的选举制度 我们两边都不是人 没错 我们自己在这里 摆一个时机 自我道德高地 我不觉得你是在做民主运动 自我保护而已 只是被骂 传统的泛民大党 都没有参加这次选举 包括迪志远 早几年离开的民主党 他的不少昔日党友 现在都在监狱里面 我也探过我的前党友 我另一个角度 他没有办法承担 我对承担 他用坐监去承担 你用参选去承担 大家都是在努力着 民主运动 你没有想着参选 就是一种什么光环 做立法委员 就是一种德功望重 我们没有这个思维 你用这个思维 就觉得人家坐牢 你这么厉害 我们没有这个思维 你以为我们不是 在付出每一天的工作 都没有进行 到这里 都没有脖子 你怎么看 我这些第一次 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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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今早的案子,有事要跟進嗎? 阿韻之前還押的,現在10個月拍照 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立法會選舉 民主黨內部對於參不參選,意見分歧 主流意見認為不應該參選 主選派認為參選有利黨繼續生存 我這一刻的判斷,我覺得中央是想民主黨參選 但你不選也不用死,也不會求你 早上吃飯了 今天我們都收訊了,收訊邀請宣誓 如果下個星期倒閉,我剛才也會跟街坊說 就沒有了,你們自己搞定吧 民主黨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大勝 成為擁有最多區議員的政黨 政府要求議員宣誓,黨內只有三分一區議員選擇留任 被視為主選派的副主席梁奕婷,是其中之一 我覺得做到最後一刻 這件事是我覺得工作的一部分 我希望完成一個工作 於是我就留在這裡去履行宣誓的職責 為什麼是背棄原則呢 其實宣誓的內容是一開始你做選舉的時候 你參與這個選舉報名的時候 已經要簽同意的東西 如果背棄原則的話 一開始大家都不應該報名 個人不主張參選的黨主席羅健熙 在7月中辭去區議員職務 他認為即使民主黨在議會中沒有議席 仍然要繼續做地區工作 我會說 我們從來沒有想著放棄將來所有的選舉 我們其中一個根基就是我們的地區 所以不論我們選不選也好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繼續加強 繼續做好 我們應該下個禮拜可以收拾東西 你欠不欠民主黨的選? 那你能夠過得到五個百分之 就算你贏了也只有10席 沒意思的 作為一個政黨 你如果跟一些市民 或者跟你的支持者 是有一個太大的差距的話 其實你的支持者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作為民主黨歷來最年輕的主席 羅健熙認為 參不參選關乎全黨的未來方向 應該交由黨員集體決定 大家好 抱歉… 我受到比較多的批評 我感覺是 人們說你作為黨主席 竟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取態 去帶領黨 但我覺得在這個時刻 我想我和黨友一起談出來 然後用大家的智慧去做一個決定 是比較合適一點 你擔心失敗嗎? 為什麼不想對外黨說話? 有些事我覺得暫時不是一個合適的時間 星期一民主黨會有個投票 然後你會不會去? 遲些回答,對 但昨天就是了 對,很難說的 OK…不好意思,不回答了 宣誓後五天 五名民主黨區議員 包括副主席梁奕廷 被裁定宣誓幕後 即時取消資格 五年內不得參與選舉 你站在這裏給他拍照 沒有話說 假設今天通過了五年派人參選 而又假設民主黨繼續存在 或者等四年後再參選 我沒有選擇 我會很無奈離開 我有份創立的民主黨 立法會提名期前一個月 民主黨召開會員大會 決定是否派人參選 擾讓了八年 終於要作出決定 當你見到任何的黨 又說自己 做某個決定 我就可能會退黨 或者你如果怎樣 你應該解散 當然總會有些不開心 但是我覺得 我仍然是尊重每一個人 他們自己的想法 歷時三個小時的會員大會 最終沒有明確決定 民主黨參不參選 只是決意有意參選的黨員 要向黨中央提出申請 有些黨友是希望 黨做的決定是 小心點 行足所有事情 不要被人有任何的話柄 不要被人說我們阻礙人參選 不要被人說我們什麼 我覺得這些 大家衡量完這些風險 我覺得是要做這一步 我覺得大家就按這個決定去做 民主黨創黨成員李華明 在九龍東做了超過30年議員 直到2012年宣佈不再競選立法會 轉行重商 這一區也剛好是梁逆庭的選區 你嗎 那是你 我 今年已淡出政圈前線九年的他 多次公開表態 支持民主黨派人參選 2021立法會選舉 甚至不適宜退黨力圈 我覺得估計想參選的黨員 因為怕被人打壓 因為主流是很悲觀負面的 不參選 尤其我們黨內 有些在坐牢的人 是很極力反對我們去選 對於主選派 沒有公開表態參選 李華明也覺得失望 他們好像自己是一個 很少數意見分子 我是失望的 大會又不離開 又沒有透過正式的渠道 表達意見 也是中位 也可能甚至乎更高的位置 我又不是領導 我完全是一個普通黨員 所以我有些覺得 是不是皇帝不急太監急 我做了太監 好 麻煩你 隔開一點點 不是我不做 真的不讓我們做 真的不做 真的不能做 真的不能做 不能做 民主黨副主席梁逸廷宣世厚 被取消議員資格 五年內參選無門 但他說不會因此放棄社區工作 被視為主選派的梁逸廷 亦沒有表達過參選異向 以前的人經常笑 階段性勝利 現在階段性失敗 沒有所謂 我覺得你始終是要走 其實我們不應該全面放棄 你會否覺得不參選 都是一個全面放棄的姿態 這個就無法踏入 民主黨黨內提名期截止 最終沒有收到任何黨員報名 民主黨最終沒有參選 今屆立法會選舉 但是身為元老的李華明 在選舉前一星期 延伸在新思維花車巡遊造勢活動 他說是以社工身份 為30年老朋友站台 社福界兩個建制派 只有一個非建制 那我不支持他支持他 請各位權門揚朗街坊 12月19日投票支持我田北辰 我會以防疫安全為大陸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新界西北議員 和新人實際互助的田北辰 我肯請各位新界西北的小民 他又跟人大政協去拿提名 又跟行會成員說公開拍拖 其實反而都是建制 他叫自己做非建制 這個他要向公眾交代 李華明曾經向民主黨申請 以個人身份支持迪志願 但是被拒絕 今次延伸新思維造勢 他說是豁出去 預料會被黨懲罰 我是社工的選項 這樣也不給 我會覺得民主黨的管制範圍 是不是管制得很深 如果經常要統一 經常要什麼 見到又不對你都不出聲 我們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鼓勵呀 加油 來 來 支持我4號潘卓鴻 支持 暴政獨立的港島東候選人潘卓鴻說 有不少民主黨人支持他 主選派的副主席梁奕廷 投票前一個星期 曾經出現在他的造勢活動 不過就說自己是逛街經過 我不知梁奕廷來不來 最終我見到他 因為他這樣說 其實我立即聯想到 其實他被下台街給羅傑熙 羅傑熙就不需要那麼難去應付 我會覺得梁小姐 是比起整個黨更大方 和更加諒解 雖然我都會預計 可能未來會有一些不同的人 可能會離開 但我覺得整體而言 黨是團結的 是為了 是對 如果你穿袋子 你會見到他 在這裡 你會留下